演出一场好戏 带你来看看客家好戏了 改编剧本真假状元 即将在台湾巡回演出 客家大戏5月1号要正式登场 巡回台湾12个县市 演出13场表演 让大家分辨一下真假状元 以前老人家 欢跟斗那些东西都比较不行 那这边的小孩子 功夫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希望说 能够做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展现出来 这样子 那也是秉持着客家的那些特色 音乐啦 还有唱腔啦 还有一些礼语啦 都是比较特殊的东西 我们还是有保留下来 客家的戏曲 从早先的三角彩茶戏 现在已经改良成了客家大戏 不仅戏服越来越华丽 装扮也越来越精致 甚至也成为台湾独有的客家戏曲 保有传统的九腔十八调 以及喜剧挥鞋逗趣的念白 一方面让我们的客家的传统艺术的表演者 他们有一个舞台 有一个空间可以发挥 都能够从透过序曲 一方面除了一个很好的娱乐之外 也透过这个序曲呢 来认识了解客家文化之美 这次担任全省巡回演出的 荣兴客家彩茶剧团 成立已经有二十几年 这一回号称是老中青三代合作 同台演出 要把客家大戏的精髓一起传承下去 中期新闻众口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